因为我奶奶从小的愿望就是想当兵 想当军人 我奶奶从小不当过 对你是当过 但我没有机会当 但我演过 我演过 所以当我18年的时候 奶奶过世的时候 正好我的那个戏《红海要上》 正好是演一个军人 我当时其实我在拍的时候我就想 既然我奶奶没有实现当兵的梦 我能不能演一个 自己的孙女演一个这样的戏 给她看到 请她去电影院去 她看到了吗 没有啊 刚拍完没多久 我就觉得是特别大的遗憾 我奶从小就特别要强 性格特别刚 她想 她都已经跳上那个 就是招兵的那个车 都要走了 但是回头一看家人 从我爷爷 我爸爸他们那些小孩 一排着站着她 就不想让我奶奶走 因为没人照顾 我奶奶一咬牙 就跳下车 又回归了家庭 其实她牺牲很大 我就觉得从小就 我为什么喜欢军人啊 喜欢兵啊 喜欢警察 她想当兵的时候 就已经有你爸爸了是吗 都这个孩子了 但是她依然心里有了一个梦想 就想当兵 但是我就觉得 我后来也没有机会当兵 后来我做演员的话 我可以演军人 哪怕是电视剧 我演了之后 我奶奶能看到 她能笑呀呵呵 看自己的孙女在上面去 似乎在完成她的一个梦想的感觉 我就想这样 但结果就其实真正拍的时候 我觉得我就想送给她一个礼物 你知道吗 没有送成 我觉得很大的遗憾 非常遗憾 人生都是会有遗憾的 嗯